很快來到Part 12 先做了一個本年的星象回顧 這一組星象就厲害了 在很多不同層面 很多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人物 都是一一應驗的 而這個星象 我早於2022預言 1年5輯那個 Part 2 of 5 椰菜具封面的那條片 就是專門講今年超級雙元年的那條片 今年就是預言了 當然今年就有很多這些星象去發生 是些什麼的事呢 我那時候就說 原來今年會有很多interfaith的東西 什麼叫interfaith呢 即是international interfaith 就是信仰 Faith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共融的事情 很多宗教攜手合作去搞一些事情 或者他們中間會有很多的interaction OK 但是有時候 因為這些共融也可以引起一些非議 OK 還有我也是特別去點名強調 天主教教宗 Pope Francis 今年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會成為一些眾賜師的 OK 或者他要一些出來拍低威 一些這樣的事態去發生 OK 好第一單 話說在西曆1月1日元旦日 當時還是特首的林鄭 就跟陳東 是中聯辦副主任陳東 出席了天壇大佛的元旦寇宗祈福活動 而這件事是引來很多不同的網民的恥笑 為什麼呢 因為中聯辦副主任陳東 他代表中聯辦 然後中聯辦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是無神主義的 是唯物論的 然後林鄭自己就常說 自己自他為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連天堂都預留了個位給他 但是他們竟然一起去參加一個佛教的敲鐘儀式 有些人就覺得這件事很搞笑 還有有些人就說 其實根本就不是說和系這麼容易 而是他們好像想打卡 什麼都要在這裡認屎認屁 在這裡出風頭 這件事在網上都是熱烘烘過幾天 但是你想想 總之這個就是元旦第一天 就已經應驗了這麼搞笑的故事 然後很快 神經病 快到在翌日 即是今年的1月2日 西曆 就有第二宗新聞 話說伊斯蘭教派 基於新疆維吾爾族的 種種滅住的慘況 以及他們都是回教的 就促使了伊斯蘭教派大團結 因為大家經常看新聞 都會經常聽過什麼順利派 什葉派 他們是內鬥的 即是他們都是屬於回教伊斯蘭 但他們就是下面不同的sext SECT的sext 或者應該叫做denomination 但是他們都叫做攜手 關注在新疆兄弟的慘事 所以伊斯蘭總部發聲明 就說我們要攜手去抵制當時北京東澳 以譴責大陸壓迫、酷刑、獨裁統治維吾爾族、穆斯林的基本人權 這裏又是interfaith的東西 雖然他們都屬於伊斯蘭回教 但下面不同的小中派 因此可以得以團結 然後同樣都是在1月 同樣都是在1月 大家看看這個CAPTO的左下角 1月29日 1月是一個多時之東 已經很多不同的 不單是之前說了 林鄭天主教加中聯辦無神論 去了一個佛教的活動 然後有伊斯蘭回教 現在就去到基督教 1月29日就是天主教 我相信這裏講的基督教 即是基督新教的意思 在這裏做一個常識普及 我不知道為何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不知道也算 但是我不知道為何很多自稱基督徒的人都不知道 其實他們就說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就說天主教不是基督教 其實他們是神經病的 其實基督教是一個圓圈 它下面就包了那些什麼東聖 三大 基督教 就是他們相信那個神 就是三圍一體的神 耶穌 基督教是一個總括的定義 但是下面就分了 最主要三大流派 就是羅馬天主教 然後就是東聖教 東聖教就是那些地中海地區 有些什麼希臘 東歐 俄羅斯 就是信奉東聖教 還有就是基督新教 其實是叫新教 Protestantism OK 天主教是一般我們說 就是他們是Catholic 是Catholicism 然後新教也是Protestant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以前讀西士 就是那個Martin Luther 德國的神父 說這個教廷很腐敗 什麼贖罪券的東西 他不接受 就去了教堂的門上 那些人釘了那個東西 就是 那個東西釘了幾條 99條 84條 哎呀不記得了 但是總之就是譴責這個羅馬教廷 今年之後就推動了這個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然後就分裂了這個 就是 基督新教出來 所以為什麼叫Protestantism 因為Protestantism 去抗議 他們不是去抗議這個羅馬天主教廷的腐敗 所以今時今日那些 經常叫自己基督徒的人 其實是 基本上是基督新教教徒 我相信這裡就是 無論是羅馬天主教 還是基督新教的很多宗教領袖 都是一些不同的基督教 他們都攜手呼籲 要釋放黎智英 再次也是一個 interfaith 宗教共融的表現 雖然這裡他們都是 belong to 同一個宗教 但是不同的教派 教派共融的表現 都是之前預言過的 就是說今年超級商園年 會有很多這樣的現象 然後接下來以下這件就厲害了 哎呀糟了 其實根據時序 我應該把這件 講在黎智英之前 因為黎智英的新聞是1月29號 但是我現在這個新聞是1月5號 所以看到 這個2022第一個月份 已經發生了很多這些interfaith 或者是一些宗教的議題的東西 發生什麼事呢? 話說在1月5號 天主教教中方制國 Pope Francis 就表示 人們應該勇於生兒獄女 例如 如果現在的現代人 常常在那裡養寵物 毛鞋 就當是小鞋 那就似乎是很自私 他就說這個是一個自私的作法 因為那些人現在不生小鞋 因為當然啦 天主教強調 人是依照神去做 那我們就要去飯天很多人類 對不對? Anyway 那這件事呢 就是激怒了很多 養毛鞋的毛主人 OK 那和呢 完全和我的預言講到一模一樣 首先是 就是宗教那個領袖去講一些說話 然後呢 還會這麼巧去講寵物 我就不斷強調寵物 其實就是和雙魚有關 因為雙魚座是掌管寵物的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說 今年我們會去關心寵物的福利 是吧? 我之前也出了回顧片 就是說今年那些小動物的權益會受到關注 是不是? 而且也會有受苦 所以年頭那時候才說去撲殺那些 什麼倉樹、百肚 記得嗎? 因為他們受苦 所以我們就去關注這些小動物 OK 對了 所以超級雙魚年會有很多這些小動物的議題 然後現在我們回到現在這件事 這個宗教領袖 就著一些寵物的議題去發現 還有它是失言 然後受到很多的後珠不分 which呢 我就是在2022預言part 2 of 5 椰菜腳封面那條片 我就已經是指名道姓 Pope Francis 今年會失言而受到攻擊的 他竟然就是衰在這宗說寵物的議題上面 中到飛氣 當時很多很多粉絲跟我報料 嘩 即是拍蛋手掌那樣的 好了 接著還有些什麼呢 慢慢看先 好了 接著呢 就有 有一個粉絲在1月底那時候報料 就說主流媒體BBC daily mail UK就爆料 原來前教宗Benedict 就在 毛尼克任大主教時 對最少4宗神職人員性侵事件處理失當 都是這些宗教醜聞 特別就是天主教 所以我都說了 今年天主教而特別是Pope Francis 會成為一個眾祭之職 但誰知道這裡 就牽涉了前教宗Benedict 好 接著再來 這宗新聞就是在今年7月底8月頭 話說 教宗方濟國 就去到加拿大 就跟那時候那些原住民 那個寄宿學校那些受虐的原住民 就是他們的後代去會面 就去謙卑地懇求他們的原諒 OK 因為記不記得 就是在 早在上年2021有一宗新聞 就說 哎呀在那時候那些原住民的學校 就是在一些宗教的學校 有宗教背景的學校 就找到很多他們的私鞋 就說原來他們那時候去到 就虐待那些 就是那些原住民 就是一個宗教的迫害 因為他們開宗教學校 但他們就沒有一個大外去關心那些原住民 類似那些類似那些種族清洗 然後來到今年2022年 就在大概7月底8月頭的時候 這個Pope Francis 就作為天主教的領袖 就訪問加拿大 然後就跟這些原住民的後代去道歉 就是去道歉的 OK 所以今年他就成為一個 就是仍然都是 眾賜之的 但是這裡其實呢 他就叫做是很 很 很聰慧地 很巧妙地去認了一個劫 就是好像 那些風水師傅經常跟你說 喂你有血缸之災 你去洗牙 你去捐血 那這裡呢 其實本身他不認錯的話 其實大家就會對他又罵 又 就是 就是 又打又罵 但是他這裡呢 他選擇了自己 謙卑地 懇求別人的原諒 那他自己 懇去做這個卑微的行為 那別人就不再去 踩他 罵他 對不對 最最最後 仍然都是天主教呢 有一些醜聞發生 那Linda就非常之新鮮滾熱 是在 就是 11月 剛剛幾日前 那就說呢 國際名外 Carrie Charles 就爆出這個職場欺凌 那然後Paul Francis呢 是解僱整個管理層 包括 這個國際名外的主席 這個什麼 塔格萊書記 是啦 就在 11月23日 早幾日的新聞 OK 話說 這個 其實宗教 那麼大外 Supposedly 要很大外的機構 但是在他們的職場裡面 竟然是有 一些用人為親 和語言暴力的東西 就令到 這個教廷是非常之震怒的 那 again 又是將這個教廷 推到一個 封口浪尖的位 還有這些 醜聞 還有一些 欺凌 受虐 受虐待 小眾 通通都是一些 相遇的議題 然後 好了 早在2022預言 part 2 of 5 專門講超級相遇 連那個預言片 就已經將 我剛才這些聲象 是通通正確地預言了 第二類聲象 回顧 我也是在2022預言 part 2 of 5 椰菜腳封面的影片 專門講超級相遇年的時候 是預言過的 就說 今年會有很多 船難 海難 或者一些海洋的意外 石油森漏 這樣的東西 當然 最出名 香港人 亦都很牽動到我們的程義傑 就是 做了很多年的珍寶海鮮房 這間海上食庫 不單止倒閉 而且倒閉得很難看 有些人就陰謀論 說 其實不想去還債 諸如此類 曾經好像說 廚房說火燭 好巧 一頭就說要倒閉 宣佈破產 然後就說廚房破燭 然後甚至 還說他駛去南中國海 西沙群島附近 直接全面入水反轉 有些人就說 直接說 因為他不想去 給那個處理費 就是要那些 什麼棄船費 類似那些 垃圾棄置費 他不想去給這個費用 直接整到去沉鬼了 那這宗新聞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都還是會記得 當然不少得 因為這個湯家 海底火山爆發 即是這個海洋意外 我們在之前火翼雙子的 part 11 是有說 但原來 他不單止是一個 天災 或者叫做海災 導致人類在屠難 原來話說 他是讓 就是 讓了 讓了 即是他引致了 這個漏油的災難 因為一手運油船 要運一些石油 去那個煉油廠的時候 就忽然之間 遇到這個湯家海底火山爆發 然後導致海嘯 然後令到6000桶原油 就是流逝出來 然後涼及了一個山灘 引發嚴重的生態災難 但是 這裡 很厲害很厲害 他體現了 當然這個環境污染 海災 相遇相遇相遇 非常之相遇 即是因為我們 即是叫做一個互助互外 去將一些身體的肺脈去捐輸出來 以及一些身體的食物 因為頭髮是我們死了的細胞 但是可以將它 重新再用 regeneration 這樣的主題 其實跟相遇相遇相關 還有 我不記得以前 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很久之前有一個post 不過很久了很久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2022年 甚至可能是2021年的 就講有關剪頭髮 原來剪髮呢 這個行業 跟相遇是很有關係的 好 所以這裡又是體現到 這個超級相遇的能量 然後有一宗也挺慘的 不過這宗也沒有粉絲跟我分享過 還有香港也好像沒有特別的人去說過 是我自己剛巧上網看見到的 話說原來在今年4月23日 北海道發生一個海難 有一架觀光船 載了26人 但之後就無端端 回艇 入水 失去了聯絡 然後 就發現 至少10個人 已經死亡 果然就是 一些海難的 不幸的消息 然後有這宗新聞 這宗新聞 整個過程 很特別 因為我有時 我都不知哪些打哪些 我只不知這個圖 因為我當時 我會記得這宗消息是什麼 但隔了那麼久 然後我做回顧 隔了一整年去做回顧 我就不記得了 但我看回這個CAPTO 當然東森新聞是台灣的 所以我相信 這是台灣的船難以外 然後我看回CAPTO 是1月29日 然後我就去Google News 找回有沒有1月29日 在阻止的 船難消息 尤其是跟台灣有關 果然就找到一個 叫做深不石門草里 漁港漁船割潛翻覆 的一個意外 但是不找游自海 一找就發覺 原來今年 都是有非常多 不同類型的 一些船難 割潛 這樣的意外 OK 所以 這裡就體現了一個 超級雙元年的威力 最後 有這個最近期的 發生在9月尾 28、29日 話說 歐盟 德國那些 就說 有兩條北溪天然氣輸送管道 無端端發生爆炸 導致天然氣洩漏 但是因為這些氣管 就是在海底 然後他們就在那裡指實 是不是俄羅斯在那裡搞搞震 恐怖主義 等等 一些跟能源 有關的問題 還有一些損毀 還有因為 當它有這些 雙元的損毀 的時候 會導致更多的環境污染 或者是浪費 還有因為 其實它本身都是一些 溫室氣體 OK 當然 這件事也可能牽涉了很多陰謀 雖然俄羅斯自己去否認 通通這些事情 都是跟雙魚之有關 跟雙魚非常之有關 而且你看一下 就是一個在海洋裡發生的意外 但是這次就不是說漏油 而是漏一個天然氣 都比較有趣 比較令人大開眼界 最後來到預言的部分 繼續去說一些火翼箱子的好東西 我們在以前的Part1 一直到Part11 都一直在說 火箱子就是代表一些資訊傳播 或者是炒價 一些我們表達的能量 會增強或者是減弱 就是有些人 如果增強太過火的話 就會變成容易吵架 但是有些人他們減弱 因為他們無法擁有火星的能量 可能就會變得 有少少雨失這樣的狀況 同時我們也會很想去追求 各種不同的資訊 知識這樣的東西 好 Anyways 但是有什麼好東西可以顯現出來呢 原來就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把逆行 因為現在是火星逆行 我們把逆行 看成一個行星能量的內在轉化 OK 因為逆行有時就是要逼我們去 去做一個心思的回顧 所以也有時我經常都說 什麼水星逆行 會很容易見回舊的人 找回舊的東西 是不是 就是你要慢慢去停一停 去想一想 如果火翼雙子 我們是將這些和知識言語 這些能量去內化的話 它可以帶來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些什麼知識 這些生活的範疇 原來都可以有 多一點的作為是出到來的 而且因為這樣 畢竟你想想 什麼叫逆行 本身如果這個火星一路順行的話 它就會由雙子 跟著去到巨蟹座 它無端端要逆行 就是它會停在雙子 久一點的時間 在這個和知識有關的領域 就會有多一點時間 讓我們深思去做一些決定出來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有些人的思維會非常躁動不安 會受到很多認知的刺激 會經常在思考 好處是說 可能他們的智力推理會 會無端端變得更快 他們的思想會好像一枝箭 這樣飛來飛去 所以原來這個 是good for什麼人呢 是good for content creator 要去經常寫稿 要去出片 去想一下是一個live 又要做什麼主題的人 這個時候 原來會有很多不同的點子 很多的靈感 所以給一些做創作的人 就提醒你 麻煩何時何地 都要帶紙筆 或者帶一部電話 隨時有些什麼想到 靈感 立刻去錄音 全部寄下來 或者你去廁所的時候 有時候人們在屎塔 就會想到屎巧 正所謂屎巧 對嗎 不要避免這些機會 因為這些靈光稍縱即逝 但是就是這個火翼相似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這些新的念頭 這些新的知識的東西 你會去崩了出來 對 或者是可能 沖沖一下量 但你沖完量之後 就不記得了 所以 你明白嗎 你要有一個 希望你會有些工具 去幫你去記下這些東西 否則的話 你要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記憶力 去幫你去記下一些不同的靈感 OK 那當然還有 正所謂物極必反 我只是希望這個能量 不會去令人出現失眠的狀況 因為有些人 他們其實 臨睡覺之前 他們就不是放空的 他們就很多事情在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 又會變成一個過渡思考 你見不見到 其實凡事 一個銀子有兩面 現在在說火翼相似的好處 但原來好到一個極端 又會變回一個壞處 又有一個flip size 所以我懇請各位 可以去懂得去master 這個火翼相似的能量 將它變成最好的東西 那壞的那些東西 你們自己就去調節 開它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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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